此季墨西哥正在團 距離第一梯的發放時間 只剩下不到24小時 所有的準備工作 都緊鑼密鼓的在進行當中 志工們的生活也都一切從簡 為了要到災區 能更快的完成所有的佈置工作 大家拿上環保碗筷 裝上香雞飯就當作是一餐 今天是準備了120份的飯量 那目前這邊大概拿了八九十份 那剩下的我就到災區 災區我還要去找水源 跟那個我們把它處理 處理好給當地的本地志工 清國志工團隊 可以說是老中青三台都有 37歲王霏文 去年剛才修正 就相當積極投入國際進災 已經來麥西哥幫忙 遲過一個月的時間 這一次就是有需要西雨的人才 所以就是在這方面 可以就是發揮這個良人 真的與災民面對面的接觸 真的是 就是很 怎麼講呢 很不捨 所有人領主一心 天生為災民記憶 也希望可以關關人過 關關過 我們大概是在今天所有的物資 發放的卡通知單等等 今天才完整的到位 那明天一早 我們就要開始發放 所以這是非常緊張 不過也是上門祝福 所以大家的努力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順利圓滿完成任務 來自全球12國 100位的志工 各人負責各人的節目 要用最新的心 撫平災民心中的最痛 台新聞黃毅潔李建寬 麥西哥報導 多謝 WAR 感谢观看